很优雅 然后嗓音很有辨识度 就是嗓音很不一样 因为我没有当面听过姐姐的声音 因为我以为是那种 不是比较沙哑感的声音 我觉得它被我想象的 要沉默很多 这个感觉整体看起来要成熟很多 像每届电影节 也是大家的一个聚会 我们就是整个一首歌给人的感觉就是这样 让大家不忘初心相当 其清醒 对我来说就是一种致敬 不管是在电影圈还是在音乐圈 其实所有的制作人的付出 其实我们在舞台上都是有大家相伴 所有的工作人员的付出都是和我们息息相关的 这个主要就是说作为演员或者音乐人各行各业 以我为第一视角给大家唱的一首歌 它其实是有一种讲述的感觉 就是温情的一种流线 作为唱歌和演戏的人 从会有感受的人就已经 我唱的也是你的坚守 你看的就是我的追求 我唱的也是你的坚守 你看的就是我的追求 你看的就是我的追求 比第一段的情绪要再往上再提一些 啊 忽然想起来 我们相伴已经很久很久 就开始慢慢变坚定了 忽然想起来 忽然想起来 你想着坚定我的成就 我想着成就你的成就 我想着成就你的成就